剛剛的回應 花旦覺得人員是非常優秀 不過剛剛沒有針對 人們曾經的意見 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 一個是土地使用 他們建議公園的配置 因為後面的聯口接的八指向 只有八人 你現在百分之四百 那樓高即使沒有二十層 至少也有十幾層 那十幾層的話 這個樓高將來要退縮 以後很多 你這個道路 這個八名是容納不下 這個是第一點 就分區管理會的 再來從原理上都市計畫 過去我們有一個案例 就在重慶北路 重慶北路本來有一段是商業區 後來警察刑警 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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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你變成機關用具 你不能用商業區的用 這個都是用偷渡 你現在用原來機關的用具的用具 你現在是住宅 那住宅 你要用那個就不行了 那個不行可能 那住宅區 住室 也沒有達到這個 你要40% 你要達到多少 有一個 比如說臨界的道路 要有多寬 有多少設施等等 因為原來你計畫書寫得很清楚 原來沒有這個400%的這個條件 後來就是因應這個 好像是政策上的需要 完全是配合社會局的需要 所以你就了解 我想發展區應該知道這個是不對 但是你們就在遷就市政府的這個政策 所以這個住宅區 你現在畫在這裡 等於說比住宅還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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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講到你要怎麼退縮或者配置這個路線的公園 那我想這個都是可以來實當的一個毀驗 然後研究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點 後來就土地使用 跟容積的範圍 我是覺得好像不符合我們台北市過去 發展區的一些原則 就是重慶北洛夫斯 過去一個刑警 我想你們應該要做清楚了 這個刑警 後來他們就是不行 他就要應用 就是商業區的容積力蓋著人所 我說你這個警察 一個一個很勉強 因為他是一個總署 不是地方派施所 你們應用錯了 說這個派施所 這個社區可以 不對 他是總署 不是社區警員 所以後來勉強過來 後來你就要按照警察署的 就是機關的容積力來蓋見 你不能用商業區 他們都是想用現況 那麼來偷渡 來做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 好像方便的一個做法 所以 因為我很榮幸 重慶來擔任這個委員會 我就很希望 重新建構 我們土地使用的自信 所以我是這樣 請在研究 再參考一下 所以你這個 你要從住宅區 這方面來看 你將來如果要住宅 你能不能做到 你會有什麼樣的條件 你周邊的這個環境 道路沒有到那個環 你能住三加一都不做 條件都有限 你怎麼能住三 再住宅 再住宅再加一 用那種機關的那個 那個健庇力跟容積力 來容納這個 這個宿舍它的住宅區 我想這一點的天 再考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在吃虧 約會 他的宅 böl consists 十足 我拜託 那 谢谢大家